真有戏言 嘻嘻一下 大家好 我是原冰言 我去拍这个戏的时候 我不会想着说 他会带给我什么 比如说一夜爆红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我可能会给自己压力会很大 我拍了太多的原著的戏了 我是读完小说的嘛 因为我有自己心中的 对这个人物的看法 我想让这个角色与众不同 因为我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我就想要加入自己的一些东西 让它变得更加的丰富 一个是我拍完的一个现代戏是上年队 它讲的是一个锦校的成长的一个故事 然后一个是江夜二 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刚播完的一 然后我们今年刚拍完的二 还有个就是我刚在横店拍完的 也是一个仙侠琉璃美人煞 也是一个根据原著小说改的一个故事 我拍了太多的原著的戏了 从老九门开始到江夜到天水楼 然后回到明朝 再到今天的琉璃美人煞 其实都是原著IP还原的小说 那琉璃美人煞对我来说 我也是抱着一个 我是读完小说的嘛 因为我有自己心中的 对这个人物的看法 但是我想每一个人演他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学期 我想做到的就是 我想让这个角色与众不同 因为我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我就想要加入自己的一些东西 让他变得更加的丰富 所以质疑的话 我相信多多少少肯定会有 但是我一定会去接受 因为我需要去看你们的 就是对我演完这个戏 对我这个塑料这个角色 不管是好 不管是坏的一个评价 他们特别好 他们是真的会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告诉你 然后是会真的跟你分享一些 就是他们觉得拍戏 或者说他们觉得对这个角色 和对人物 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帮助的一些东西 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包括拍《琉璃美人山》也是 就是像演我爹的 或者是演我师傅的前面 我就直接坐在旁边说 就是爹 那个 我就会要聊 其实我很感谢 跟我拍戏的每一个对手演员 因为戏是相互的 今天我出来的角色 和出来的这个戏 出来的这个故事 你们喜不喜欢 其实跟我们一起去完成的这个东西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我会很感谢每一个 就是不管是跟我一起搭戏的 就是还是陪伴我成长的一些人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 很丰富的一个经历吧 适合的角色 我会觉得会相对简单一些 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但是有一些可能跟我的本身性格差的比较大 我可能会给自己压力会很大 比如说江燕 默珊珊就 她们都会跟我自己的性格会有一部分比较像 然后默珊珊可能大家看来 她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子 又是一个很 很淑女 很清高的一个 但是我就会觉得她很酷 她是一个为爱可以放手的女孩 就是每一个角色当中会有一部分跟我的性格会比较像 那我去演她们的话就会把自己这一部分的性格去放大 但如果像碰到像天雪楼 就她是一个特别冷酷 特别杀人不眨眼的那种 就会对我来说挑战也会很大 我就会尽量地去寻找跟她一样的点 谈起喜欢或不喜欢 我拍过的一个戏她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是要陪着她们成长 因为我从接触到她一定是不熟的 然后到慢慢慢慢 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然后你是这样经历一个故事 然后到一直拍完 对我来说就都挺舍不得的 其实我还蛮想演那种比较酷一点的 接触一些我现在接触不到的 但是可能人家会觉得她长得不太适合的样子 就她会给你一个局限 但是我觉得演员是张力有一个很全范围的 我希望说去尝试不一样的可以做到的一个东西 我比较喜欢就是还是脚踏实地的去做 我去拍这个戏的时候 我不会想着说她会带给我什么 比如说一夜爆红或者是怎么样 我只是来去经历这个人的故事 我只是觉得我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团队 很好的创作班底来一起完成这个故事 我希望是用心去完成它 因为首先自己是要这样的 我大家才会去喜欢 才会有后面的一些结果 这个东西很难定义 就是我不太立FLAG 就是不太立这种遥远目标的 我只会想要眼前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我想把它去做好 但是我不会去想 我想某一天要怎么怎么样 某一天要怎么 其实我有想过要出去留学 我有想的这个事情就会把它放在心 会去找一个机会 但是现在的话 我觉得演戏是我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它一个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喜欢做的一个事情 先脚踏实际的把戏演好 把你每拿到的一个角色 每拿到的一个本子去完成好 可能是最大的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 出去旅行吧 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 看看海或者就是可以买买买的地方 我想要时光鸡 你今天真好看 你今天真瘦 你这个戏我好好看 我好喜欢你 我喜欢你的那个 我喜欢你的这个 日料 甜食 巧克力 冰淇淋 冰淇淋 然后各种不挑食的 出现在他们的户口本上 一二三不许动 我输了 因为我心中 我的天哪 你看我的脸有多红 你为什么要给我出这个东西 不要抱怨生活 你们抱我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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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